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刚 昨天路过这个废弃六年的鱼塘 听见鱼塘里面有响洞 我估计的话里面肯定有鱼 今天的话特意带上抽水机 把这个鱼塘的水抽干 准备抓鱼 水马上就干了 现在的话没有油了 加点油机器 加点油再抽一下才搞 这里的话积水比较深 鱼咕鸡的话都在这个水坑里面 差不多三个小时 终于把这个废弃六年的鱼塘给抽干了 很多鱼在里面我已经泡不及待了 现在准备下来抓鱼 哇,这年纠一分之二十八岁了 哇,很多鱼啊这里面 很多鱼啊这里面 好像平平抓鱼 边上面的钥匙长 哦呦 谢谢大家 要可以研究了吗 可以解成鱼了 别改成鱼匙了 这个鱼匙比较热 这个不会溶吧 这个不会溶吧 好大的鱼匙啊 好大的鱼匙啊 这应该来一个网吧 一个网粥吧 好忘了,刚才我就说 为什么你拿着网粥来了 看 很多小的,你看 小的就不要了 太小了 哇,小的鱼匙多啊 人家就跑了 看 很多小的,你看 好多小鱼匙好多 看,这些小鱼匙好多 然后捏着泡泡泡 对啊 独瓜不行,网粥快 但是没有再网粥 谢谢,轻轻感激伤 谢谢,大家来拿着鱼匙 我路太差了 找到一只大龙虾 把整个烧面撕出来也不行 好老牌 好啊 这水还带有一点生命 不好没有鱼啊 牛汤瓜 这牛汤好像 装作出水贴的那个底盘 看这些石头缝里面有很多小鲫鱼 你看 很多 都没长大的 几条 很多 看这么多 都是小鲫鱼 大的刚才就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这个树桩下面一窝 一窝小鲫鱼 很多呀 这个树桩下面一窝呀 哇 水 哦呀 鱼窝呀 这里 一窝小鲫鱼 一窝小鲫鱼 这小龙虾都跑到岸上来了 这里面的话有几条大鱼的没抓到 这种鱼的话很喜欢钻鱼 不知道钻哪里去了 这种鱼的没抓到岸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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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话有一个水坑 我估计应该也有鱼窝 看到海里 Hammer 真的要尽力了 好 我伸点这个�子 我说可以吹掉 看一下有没有后 有货,有大货 看 哦,果然是大货,看有没有 好吧,连鱼啊 哎呦 还有一条的 好大呀 不行不行 这种鲜鱼在水里面游得非常快 然后它手上有刺 钻得好出现了 把水的水收开 等干才行 让我水就滑不了 把水给它放干 看 水收得差不多了 水浅一点应该可以抓到 这家伙 看 好大呀 好大的鲜鱼 还在叫呀 这家伙在水里滑不溜手的 抓都抓不住 这鱼泥也太深了 哇塞 还可以吧 抓了这么多鲜鱼 还有两条鲜鱼 看 六年未干的 废弃的鱼汤 没想到 才抓到这点饮货 看 哎呦 看 五六条半斤的鲜鱼 还有几只龙虾 还抓了两条鲜鱼 我感觉这里面肯定还有鲜鱼 不过的话 全粘在这个鱼泥里面了 不好抓 鱼泥太深了 今天把这个 废弃六年的鱼汤 抽干水 抓了这么多鱼 看什么鱼都有 这个是埃及鲜鱼 很凶猛的 然后这种是大口鲜 这种鱼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抓了这么多野生大鲫鱼 半斤一条的 还抓了很多龙虾 还有黄鳝 这些小鲫鱼的话 拿回去放在自家的鱼汤里面放养 不然放在这个废弃的鱼汤里面也不行 鱼汤已经被我抽干了 如果放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满满的收获 六年未干的鱼汤 废弃的鱼汤 只抓了这点野货 让人有点想不通呀 本以为可以抓一挪框的 但是我估计这个废弃的鱼汤的话 经常有人过来抓鱼捕鱼 所以鱼也没有这么多了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油钱的话花了50块钱吧 不是很贵 呵呵 这是不是高兴坏了 野生打击鱼很大的 大鱼小鱼都有 这些小鱼拿回去放生 放在自家的鱼汤 好了 我话太多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是小刚 我们下期再见